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來到今集知足前瞻 今天繼續有弟弟Gary及拍檔Joe 大家好 又來到今集知足前瞻 應超開了一個星期 上星期我們也前瞻了兩場賽事 小弟前瞻的一場曼城對白禮頓 小弟上星期猜3比0 結果曼城差一點 贏2比0 開了主客和 曼城贏2比0贏得少 控球率 曼城上一場幾乎八成 白禮頓只有兩成 其實場面實力分野挺大 白禮頓如果今年想繼續留起英超 看完這場比賽後就還需努力 Joe上星期貼的一場是甚麼 曼聯隊韋斯咸 我記得上星期說韋斯咸 很多骨的魚腩 很多骨的魚腩 很多骨很難啃 對 誰知道曼聯這麼好牙力 結果是怎樣 借到碎了 也有觀眾眼睛很雪亮 就不愧是燈神 不愧是燈神 Yo聰明 猜不到曼聯貴初順利 輕盛一場 4比0 大破韋斯咸 今個星期來到星期四的錄音時間 WEEK 2 我們準備了兩場英超賽事 會和大家前瞻一下 Season 2的WEEK 2 沒錯 Season 2的WEEK 2 小弟主理 首先第一場是星期日晚 8月20日晚的11時 將會熱刺在主場迎戰車路史 首先熱刺主場 熱刺主場 今年已轉為溫布萊 不算是八六經 為甚麼要提到這件事 很重要 因為原來在英超中 英超聯賽第一次有球隊 用溫布萊做主場 之前幾路都是中立場 對 或者是國家隊的賽事 或者之前都是被熱刺去打歐洲賽 但這次真是第一次用來打英超聯賽 借給他用今季 下季都好像是 為甚麼要提到這件事 最重要的是 熱刺上一季1617年球季 其實在八六經的時候 主場是不敗的 即是十八場主場 十九場主場是完全不敗的 變成今季如果他搬到八六經 即是由八六經搬到溫布萊之後 還可否保持到這個氣勢 可否這麼順 這件事就比較難說 因為上一季歐聯的時候 其實熱刺是用溫布萊來做主場 但打了三場球之後 贏了一場 即是莫斯科中央六軍 而且問題是歐聯 他們分組賽出了局 要去打歐霸 所以來到八六經 即是來到溫布萊 熱刺還可否這麼順 這件事真的要看一看 另外這場球 熱刺隊的車路士都叫做倫敦打比 大家都是倫敦的 現在叫做頭三位 對阿仙奴暫時跟他們競爭 以上季排名來說 其實是頭兩位 熱刺上已經進步了很多 甚至應該說前季已經進步了很多 對 一直沿用這個班底 其實原來在熱刺 在普哲天奴領導下 他的倫敦打比 全數是不敗 這麼有心得 未輸過 阿仙奴車路士全部都在倫敦打比 抽不贏他 英超聯賽 所以這場又是倫敦打比 普遂又可不可以在白陸徑 可不可以在溫布萊 又延續這個 不敗神話 沒錯 這件事都很重要 除了普哲天奴之外 哈利簡尼打比 也特別有心得 哈利簡尼 在這個打比戰 二十一場打比戰 入了十八球 這麼多 倫敦打比 又是對車路士 對阿仙奴 當然有些韋斯咸水精工 但是二十一場入十八球 都很誇張 這場入球率超過75% 多一度計數機 其實都很誇張 二次這場在往績和數據上 似乎是佔優的 我們又說回一些 剛剛上一場的聯賽 可以得出一些分析 上一場其實二次都是贏球 贏2比0 上一場是升班馬的紐卡數2比0 其實那一場 蘇維下半場拿了紅牌 拿紅牌之前都是0比0 對 一個抽水的紅牌 那個球是戴利亞利打走 輸維打算開罰球 戴利亞利打走 輸維借意踩腳 踩腳其實不是很大力 作死你踢了我的球 然後也是玩一下 不是叫玩一下 有一點心心不分 但又不是很生氣 即是不是真的要打你那種 但結果球證馬連娜 就踩一個紅牌 趕出場 他都覺得很驚訝 很小力 總之大力一點 反正都踩下去 對 這場在這個紅牌之後 二次馬上就可以打開決口 即是立即入兩球 要留意的是二次在這場球 其實很多攻勢 基本上超過八成的攻勢 都是由中路打進去 當然他這場球 他排423的陣勢 所謂的右翼就是施數高 左翼就是戴利亞利 右邊的翼位就是霍加 另一個霍加 這個就是霍加 另一個霍加 另外左邊就是賓戴維斯 其實兩邊的頻率都很高 即是走了一個霍加 再來一個霍加 其實霍加被德士 終於找到了 其實兩邊的頻率都很高 但結果出來做的攻勢 因為他們的打法基本上 到第三年已經很純熟 全部中路很快速的短傳 即是他們仍然遇到一件事 就是遇到別人死守在後面的時候 或者後面很多人的時候 他們都還有少少老鼠拉龜 但你見到在入第二球的時候 就是賓戴維斯那一球 就是不斷有人入禁區 到最後入球的時候 是四個人入禁區 四個人衝入禁區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全部都是一腳比 接著入禁區的次序 第一是哈利簡尼 第二是和他撞上意大利亞里 第三是艾力神接應 他是控掉了 第四個就是賓戴維斯 即是有層次地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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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禁區 如果你要去破一些密集 或者短傳小組入慎的話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說老鼠拉龜 老鼠拉龜 就是因為沒有人入禁區 就是因為沒有人在裡面去 拉空空位 對 又或者如果你在一些短的狀場 你怎麼也有些人衝進去 別人的後衛才會被你拉散 結果賓戴維斯這個球 可以說是阿力神有少少空脫腳 但是賓戴維斯因為入的時間好 立刻可以把握多個機會 可以躺到遠處 另外一件事就是可以留意第一球 第一球就是其實阿力神 在這裏扣過頭球給達利亞利 扣過頭球給達利亞利 扣過頭球給達利亞利 就變成了別人對面的紐卡蘇的後方 就好像上個星期我們說的連達路夫 就轉不切身 回頭不切 再加上達利亞利 真是一個很好腳法的球員 因為那個球從高而落 接著他的臥射 用左腳他都可以按得低 硬到遠處 這件事也充分反映出 阿力神被球的尺寸很好 和達利亞利入攝的時間好 而且技術真的很好 辨除脾氣的問題 其實他真的有好技術的球員 其實Gary你說的進攻 都是一些典型上一季熱刺的進攻套路 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打到第三季 基本上熱刺今季 是完全沒有馬人的轉匯槍 沒有馬人之下 大家都是打同樣的默契 同樣的陣形 同樣的風格 可以這樣說 現在熱刺可以說是相當純熟 其實這場熱刺唯一的隱憂 可能是新仔的霍加比德斯 這場會否可以保持上一場 這麼好的表現 對著柳奎索 他是man of the match 很難得第一次大英超正選的球員 疏心之屬不畏苦 對 這場球也可以說 丹尼路斯、查比亞和林美拉 仍然是養傷 這場球都是不出得的 所以基本上陣容 應該和上一場對著柳奎索 仍然是一樣的 對 講完熱刺 輪到車老師 車老師多話說 我相信很多車迷 這個星期都寢食難安 你坦踢吧 因為你鞋裡學會這樣輸場球 這場球其實上滿場是肉酸的 加利卡希爾14分鐘就拿了紅牌 那個紅牌 其實看回晚鏡就有點收山腳 因為他推掉了球 但鞋底是向著人家的腳 而且他的勢很快很急 所以其實紅牌我覺得是正路 這場球另外要留意 車老師的陣容真的很單薄 我相信很多車迷 現在有很多不同意見 陰謀論 有很多陰謀論 也怪罪很多人 有些說體育總監玩手段 拿完冠軍之後 那一年就說要為球保住自己的地位 上下領隊權 不幫他買那麼多人 這些都是陰謀論 陰謀論就是沒有證據 大家推斷一下 大家猜測的東西 看回實際的東西 既然乾地來到車路士 車路士是一隊有體育總監的球隊 乾地應該是 可能馬人的時候 體育總監都會徵詢領隊的意見 或者領隊的要求 但最終的拳力權一定是體育總監 乾地當然是專注在那場球 怎樣鋪排 怎樣用他的手上的球員 這場球另外談論的焦點就是 正選的左翼其實是出了寶加 一個年青的球員 上櫃借去西甲 但是來到車路士之後 哈薩特傷了情況 和帕特傷了情況之下 出了寶加打正選 當時也擺摩拉達在後備 因為之前也有說過摩拉達 其實可以打左翼 但當然不是他擅長 當然 最後擺了寶加在左翼 但這場球我們只有14分鐘看他 當加利卡西爾紅牌之後 就立刻用基斯電神進去看他 所以這場球 其實我們看不到車路士的進攻端 當沒有哈薩特和柏道之後 右邊可以有威利安 但左邊這個保交我們看不到板 就有些疑問 在這場球要鑿客到溫布萊對著熱刺 對手就是上一場史利芬華特 變成了這場的奔達維斯 變成了這場的霍加比德斯 大家似乎的等級差不多 但保佳有沒有能力 真的不知道 和霍加始終在上一場打起了信心 年輕人最重要是甚麼 有股氣就這樣去 如果年輕人有股氣 可以十場八場跟你打到高水平都可以 他有信心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接下來這場球對著熱刺 他們將會有兩個球員停賽 分別是加利卡希爾 和上場球兩黃一紅的法比加斯 食神說上加雙 本來就是Garry剛才所說的 質容很單薄 糟糕了 用甚麼人來踢 對 有一點乾地 我都替他有一點憂心 因為在他手上的陣容 其實中場中路賣走了馬迪 接著他收購了巴卡約高 但巴卡約高 其實都要到八月尾或九月才可以復出 因為現在膝頭有傷 其實中場中路 基本上正中只有乾堤一個 我相信這一場球 他有機會將大衛路易斯擺去前一格 打防中 雙防中他搭著乾堤 後防方面 後防呢 上一場球大家要留意 其實艾斯比利古達打右翼衛 我相信如果大家用打機的角度 艾斯比利古達打右翼衛是絕對沒有問題 還要好好用 上來頻率高 體能又高 又速度又快 下半場還有超過半行體能 但問題是 到真的踢的時候 艾斯比利古達在右翼衛 基本上防守比進攻好很多 他上去前面 他拿著球 就算在三閘線 他都經常給威尼安 或者中間法比加斯 他自己都有嘗試出球 但出球威脅完全不大 基本上去到下半場的時候 是 本來是打多一個人 但艾斯比利古達打右翼衛 基本上不怕你 放你出 你出吧 你不要扭進來就可以了 我站後你兩步 你出吧 總之你扭不過我沒有辦法進去分球 基本上 如果艾斯比利古達打右翼衛 在現在沒有法比加斯的車路士 在中場的情況下 整條中場線 創造能力 突破能力 以及送球去前線的能力 都是偏低的 糟了 我想起十幾年前的江茶 江茶 江茶扭下去 但出球底線傳抵 永遠都傳不到中間那個 對 有一點 最慘是艾斯比利古達的腳法 都沒有那麼好 對 最扭不過 我相信江茶一定會吸收教訓 這場球 摩西斯可以復出 因為他停賽期滿 好一點 一定要放回摩西斯打右翼衛 他有進攻能力 寧願放回艾斯比利古達打 三中間的其中一個 剛才提到大衛路易斯 退上去打防中 另外一個中間 我相信都會出回魯迪加 上一場球看見新兵 都比較操之大業 控球好像有一點 控制不到腳 緊張 可能有點緊張 可能他的球底很一般 就是有一點 所謂我們的後衛腳 對 不是那麼功夫那麼勢力 對 甚至在後面三個差的時候 大衛路易斯也要指點一下他 上前一點拿球 站在這裏沒有什麼意思 他可能要人指點 所以其實魯迪加 我相信他都會在 但他不會打中間的一個 我相信中間 中堅的中間 會放回基斯丁神 就是上一場後備出來的中堅 其實基斯丁神 之前兩季都借去武術加牌 一直都有正選 是一個身材又很好的中堅 我相信這場球 在這麼單薄的冰原情況下 我相信乾地 會委派他打三中堅的中間 對 其實基斯丁神 這屆回來都預計他會有機會欠一隻位 對 至於加利卡爾 小弟 個人認為 真的不是很穩陣 加利卡爾 對 這場球就不見他 上場其實都看到 推脫腳的都是自己失誤線 所以才導致紅牌 現在變成了三個中堅 沒有大衛路易斯 基斯丁神 另一邊 先鲁迪加 加埃斯比利古達 有兩個是新來的 上一場球對搬尼的時候 其實他們輸第三球 可以看到默契是非常差的 因為入球的是和基斯 和基斯其實在佛球之前 已經在禁區頂繞了一個圈 但沒有人跟著他 他找隊友單擔 沒有人跟著和基斯去記錄他 你見到有時可能防守死球的時候 那些都抱著 你要單擔 我都抱著他 拉著你的衣服 借路拱著 但這場球 任由和基斯在禁區頂 這樣找隊友單擔 都沒有人討論他 結果這個球來到的時候 魯迪加就走去討論他 單擔那個球員 但大衛路易斯就看球 兩個中堅默契不夠 結果和基斯望空來頂 這麼大的中堅 所以結果輸第三球 現在變成了 接下來這場球 如果是基斯丁神 和艾斯比利古達 和魯迪加三個 我相信默契真的完全是 靠這星期的練球去建立 死球的防守方面 譬如你對著熱刺 熱刺都很頂得 哈利簡尼、安達維烈特 全部都是大舊 車路士一定要在防守死球 要下苦工 還有在中場上 剛才說乾蹄和大衛路易斯 基本上是沒有創造力 右邊可能靠回維圖摩西斯 左邊靠回 乾蹄也好一點 乾蹄也好一點 你見到上一場球輸的時候 下半場有引球推進 他嘗試帶多些球 推到有生位 或者是引了一些人過來 才分下去 但是在這場球 我相信這條中場線 其實創造力 如果對著熱刺 一隊那麼有隊形、結實的球隊 是有點下風 而且大衛路易斯擅長 他在後半場直接扔球上前 以前他只能找夏薩特 找柏道 今場就沒什麼人可以找 前鋒出誰都好 其實是摩拉達 摩拉達也好 還是Gary很不喜歡 阿伊 包輸阿伊 上完阿伊 哈哈哈哈 這麼好球嗎 巴士阿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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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我亂了 巴士阿伊 兩個都好 始終並未符合球迷預期 兩場比賽 未必能發揮到 大衛路易斯的長傳 急攻的功效 所以在進攻端 剛才說過中場創作力技能不足 車路士通常在車路士推的時候 總會有個球員特別活躍 挺身而出 那個就是威利安 上一季拿冠軍打後備 前一季車路士推的時候 就場人正選 表現好活躍 剛剛上一場對著巴士阿伊 其實他是唯一一個 在前面有威脅的球員 這場我相信他仍然會正選上陣 很需要 在右手邊做很多突破 還有中鋒真的不要用巴士阿伊 巴士阿伊連回球都有問題 非正式統計 上一場對搬來搬來 真的只能回到球 只有一球 60分鐘換走 即是換得遲了 有點失望 巴士阿伊踢有賽練習賽時 不至於那麼差 也看到他本身球員的速度有力量 也會有些期望 但一正式踢京超 真的比下去 希望這場球 摩拉達可以打正選 好了 兩軍對碰 剛才分析過的數據 二次在主場出擊 本來很厲害 但現在來到溫布萊 溫布萊有9萬座位 這場球只會賣7萬張票 因為太多人太虛陷 你只賣3千張票 車路士 另外6萬7已經差不多屬於你 害怕 多了 否則8萬7 3千張票 融不住 融不住 我們坐邊 坐最頂 山頂位 這場球 二次來到溫布萊 是有點不認識的 但心理上 似乎對著一隊那麼頂的車路士 心理上是佔優的 車路士這星期所做的事 其實他絕對不是沒有做事 一定有做事的 他們據報干地 亦開了幾次危機會議 吹局球員的信心 其實這場球我這樣看 因為熱刺來到主場 又見你這麼頂 我一定帶軍壓警 用熱刺最順的一套 中場踩著踢 逐格逐格上 中路打進去 但其實車路士最喜歡球隊 就是這樣打 因為車路士打防板厲害 對 這場球其實就要看 放長傳的人 基本上只有大衛路易斯 但大衛路易斯 經常放在哪裡 很阻礙的了 不要這樣 也在後方方面有很多隱憂 三個中堅的默契一定不夠 相對殘陣之下 我相信熱刺這場球 可以贏到車路士2比1 Garry這場比賽挺樂觀 樂觀 覺得車路士輸得少 還是熱刺贏得少 其實我覺得 兩隊的真正實力較勁 其實不是差那麼多 只不過就像Garry所說 一邊有一群新兵 還未入陣 另一邊踢了幾年的默契球 當然更好 好的 我們大家一致見到 熱刺這場球可以奇開得勝 猜猜球膽2比1 哈利簡尼射兩顆 看看是否真的能開得整 第一節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回來繼續談 好